意外 中国女排最新名单出现变化 多人位置互换 蔡兵意欲还为距离女排世界联赛开赛只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中国女排日前公布了最新一期国家队集训名单 名单中不仅有心脑主力的位置变化 还有明显的人员变动 王亦凡理队 吴孟杰依旧未归队 换上的是年轻新人 这无意为中国女排带来新的变数 这些变化显示出主教练蔡兵对郑隆和位置的新思路 但同时也给球队带来新的变数 其冲的是复工郑立新的位置变化 郑立新在联赛中已经习惯了接应位置 并在这个位置上发挥出色 成为福建女排四强的重要推手 但在国家队 她的位置却变成了复工 这让外界不解 然而郑立新本身最擅长的位置就是复工 她的快攻实力在所有复工中最突出 她和凋零宇的配合也十分出色 回到复工有望提高球队的快攻水准 这也能解释蔡兵的安排 当然郑立新的权能 也让蔡兵有机会比赛中随时改变策略 让他改打接应 除正力心外 杜欣欣和妙一文的位置互换也令人意外 两人在联赛中多曾打过主攻 但在国家队却都被安排到了接应位置 妙一文在联赛中一直被当作主攻使用 在湖静徽下有着出色的表现 但来到国家队又回到接应 这显示出蔡兵更倾向于相信妙一文在接应位置上的价值 另一个位置变化是段孟可从接应改到主攻 段孟可一直以来都是以接应手的身份出现 主攻位置对他来说无疑是全新的挑战 虽然他能否上场还不确定 但到原本打接应的球员突然改打主攻 段孟可能否快速适应也是个疑问 可以看出 这些位置变化为中国女排带来新的变数 主力球员需要快速适应新的位置 年轻球员也面临迅速成长的要求 而教练组的新尝试 也对球队的战术提出新的考验 这些位置变化究竟能为中国女排带来什么 直接决定着蔡斌此番人事安排的成果 我们拭目以待 相信在全队的努力下 中国女排定能重返巅峰 再创辉煌